今天我们 瑟达拉荣无名佛学院开金刚萨埵法会的第一天 昨天门处上师给大家 灌了弗尚大师 弥朗大师的 也就是说金刚萨埵的灌顶 今天我们在座现场的很多居士出家人 还有 我刚才看了一下在网络上 网络上也是比较多 比我们这里还多 所以大家共同发愿参加金刚萨埵法会 大家都愿意参除五十亿来所造的一切罪障 这个当中大多数是佛教徒 也有个别的非佛教徒 不管怎么样 我想大家共同忏悔是非常好的 当然我们学院当中应该是参加金刚萨埵法会的 不单是佛教徒 都是学习密宗的 在网络上有个别的非佛教徒 我想我们都希求的真理 希求的智慧 希求的悲心 那么在这个之前 我今天可能在前面 关于对这次法会的相关事宜 在这里跟大家也讲一下 首先我想我们最近在学院当中的法会情况 我想大家在座的人都知道 因为学院最近一直下大学 如果在汉地城市里面讲 这是不可思议的 包括我们香港 别的地方来的一些佛友 他们觉得是很稀有 现在在五月份都是下这么大的学 这么冷 昨天关顶完了以后 我都实在是忍不住了 特别特别冷 在那里一直在发抖 所以我想现在这种天气非常罕见 但是对我们藏地高原来讲 这是一个正常的 不过这次你们到藏地来参加金刚萨埵法会的 很多人有可能新的体会和一些磨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到那些人信心很坚强 很坚定 那些人的心灵比较脆弱 尤其是在求法过程当中比较脆弱 你自己也会发现 我们也会发现 不管怎么样呢 这次参加的大多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应该很虔诚的 我今天早上过来 在这里的居室和出家人都看了 看了以后 大家都很认真的对待 我也同时了解了 我们各个地方通过网络来共修 直播的情况 各个地方大家共修的也状况非常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今天在这里再次的给大家开发会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过了 还有七天的时间 在七天当中吧 最后一天是一四斤 是吧 那这样的话 六天 是吧 清光丧 不是 包括今天都是八天吗 对吧 没错吧 哦 错了 倒是不怪我啊 这样的话 真正念诵金刚萨埵可能还有 因为总共八天法会 最后一天是念一四斤 这样的话 今天第一天已经过了 还有念金刚萨埵新竹 可以念六天 然后最后一天就是念一四斤 学院的法会是这样的 在这个上面有关法会方面的有些情况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 大家时间要掌握好 今天早上我大概是还没有到六点的时候 我给相关法师打电话 我说你们赶快去 凡是住有新来的这些居士的地方来去 告诉他们 赶快起来 让他们马上吃好早饭 等一会七点钟不要迟到 我给男众女众很多法师打电话 他们去叫了 不知道叫了没有 然后今天我害怕第一天你们可能昨天 因为灌顶比较冷 今天一直睡着了 再加上有些人高山反应一直不想起来 觉得藏地高原的这种睡眠是特别特别舒服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身体允许的话 一定要参加法会 你们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 并不是来这里来睡觉 来这里开法会 我看个别的道友有些是身体不好 有些身体很不错的 但是一直在吃吃喝喝 在这里一直判断这个吃得好 那个吃得不好 一直在专门来研究食品一样的 来这里 我觉得这样不是很有必要的 应该来这里 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目的都是开金刚萨埗法会 所以这次到藏地来开金刚萨埗法会的 所有的这些道友 从明天开始更加精进 一般来讲你们最好是从六点钟都开始早上 好像我们这个金堂里面 各个金堂里面都有一些放的脏霸 然后吃一点脏霸 然后作为早餐用 一般我们每天四桌 早上七点到九点是一桌 两个小时 然后从九点到十点之间应该是休息吧 然后从十点到十二点是第二桌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不要来来往往 我今天都是看有个别的道友 有些是朝拜佛像的 有些是见这个人见那个人 来来去去大家都在很紧紧地念 你们个别人来来往往不是很方便 开发会是很严肃的 很严重的 不是很严重 叫什么 很严肃的 对 所以大家 这是上午的安排 然后下午应该是 因为今天我们下午学院这边一直有事情 但是应该说是从一点半到几点钟啊 四点钟吗 是吧 一点 两点半 三点半 中间有一个小时 然后下午第四桌 我看几点 你们都没有参加 是吧 两点开始 是吧 那两点到三点 四点钟第三桌 然后四点到五点就是休息 然后从五点到七点就是第四桌 对吧 这个时间大家掌握好 如果你需要出去上洗手间或者说是 需要出去稍微放松一下的话 那么在中间上午中间有一个小时 然后下午也有一个小时 原来我们开金刚萨头法会 上午和下午一直这样 但这样质量不是很好的 休息的时候想休息 然后念诵的时候最好把金鱼盘带上 带上以后不说话 然后中间需要休息的时候拉下来 或者不要别人看见 你一边带着这鱼盘 一边不断地在说 有点不是很庄严 这样的话 这几天都是每天都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次来参加金刚萨头法会的 所有的道友尽量的 你不管是在大经堂 小经堂 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事件 因为每天都是跟僧众一起 哪怕是念一遍普现信愿品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我发现有很多网络上听直播 也是开金刚萨头法会的 希望你们也是尽量能做到这样的 有些地方人特别多 有些地方人不是很多 但是我也听说 在城市里面的有些道友 有些吃到的比较严重 有些如果实在是自己没有时间的话 其中你参加一座的供修 这样也可以 如果实在是你没有时间的话 那么早上的第一座或者是中间一座 那么这一座有头有尾的 应该这样念完 这样好一点 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希望各个法师和值班人员 在这里也是尽量的维持一下持续 那么到了早上七点钟吧 再过了十分以后基本上门都关上了 如果来不成的话就算了 那就不要来来去去不然对大家影响都不好 这都是十分钟啊 一般乘飞机的话 连十分钟都他不会等的 所以大家应该对这件事情是重视的 这是在我讲的时间方面 然后最近可能我们佛学院的很多汉族僧众 最近可能因为醒来的居士比较多 实在是没办法 他们连现在供修的地方都没有 这样的话希望你们可能白天让他们居士住 然后晚上居士住 然后白天的话他们经堂的被褥这些都是舒适起来 可能从明天开始尽量的各个班的发行人员 在各个班的经堂里面开发会 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分什么加持品或者是会供品 这样也方便一点 还有我们女众这边综合了四路 日光厅本来是我们每天晚上都是有一些活动 但是在这个之前的话 可能你们相关人员和法师商量一下 白天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僧众在那边也是可能开一下 把这个灯子移到这个路上应该可以吧 否则的话我听说我们 日中这边也是好多好多 本来是很愿意开发会供修的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情况比较多 因此各个地方的教室应该白天我们利用起来 晚上让这些居士们住一下就可以 然后在生活上大家怎么说 我们这里可能僧众这边的供债 如果能供得赢的话大家能供上 如果供不赢的话 我们最近发行人员做一些馒头 做一些简单的食品这样也是很好 总而言之大家不要有特别大的一些要求 我出去的时候一般只要能吃得爆就可以了 其他都是没办法的 再加上有些地方可能不习惯的更好 更要吃下来 有些道友这个不习惯一定要做什么 其实到那里去的话 你到印度去不可能是你拿中国食品一大堆到那里 你如果在印度居住六个月 不可能你从中国带食品过去 所以有些口味随便在那里有什么吃的 大家享用可能好一点 我们学院这边开发会的道友们 我们学院提供最多的一些最好的方便 但是实在是确实也是这次来的人比较多 再加上最近不知道藏地的气候也不太很好 给大家也不一定很满意 但不管怎么样 来的目的就是想求法 求法我觉得很好 昨天门座上师也已经关定了 最近在发会期间 发会六七天的期间 我希望我们很多人最好念金刚萨埗行诸四十万遍完成 否则你们有些人下去了以后不一定能完成 去年有些金刚萨埗发会的时候 有些人还有十万遍没有完成 他们说我们下去以后一个月当中一定会是能完成 可是到了城市里面以后被各种各样的散乱覆盖 最后到目前为止过了真正一年了还没有完成十万了 所以回到城市里面很难完成 因为你现在这样的山上的这种处理性和信心 到了人群当中一大半都全部已经降下了 被各种各样的环境影响 所以你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想是因为我们的金刚萨埗法会 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最简单的 而且这个仪轨也很好念 然后行诸也特别好念 像那个持命法会 这个仪轨和行诸都不是很好念 这个金刚萨埗仪轨很多包括我们藏族喇嘛都是特别喜欢的一个法会 所以我们这次金刚萨埗法会的时候 我特别希望我们参加的人 不管是你在汉地也好在藏地也好在这个期间 最好上等者在六七天当中 法会期间把四十万遍完成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今天早上因为有很多事情第一座我念的 第一座念的时候大概是一万五千多 基本上这个没问题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想是我念得很慢的 其他你们很多人应该如果这样我算了一下 我们在八天当中一天完成五万遍的话 四十万遍已经能完成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最好是每一天自己对自己下一个规定 下一个任务 我一定要如果没有念完四万遍的话 我不吃不喝不睡不休息 这样的话你自己惩罚自己的时候 你自己会完成的 或者我们有些人我看到金刚萨头法会 有些好像转摊城 有些在路上到处去拍照 天天拿一些照相机来拍那些牦牛 乞丐 如果是他特意的一些专门来牦牛的一些记者的话 那拍牦牛的记者我就不管了 其他如果你是来开金刚萨头法会的话 最好是你在不同的经堂里面最好就完成着 这八天当中我昨天也讲了 其他都不是我们很多方面 包括我们学院的讲经说法都是那么重视 但全部放下来大家共同念诵 其实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这个时间是很宽松的 我们一般以前寺院里面开发会的时候 早上四点钟开始念 晚上九点钟才放下来 好多藏地传统的这些法会都是 而且这个也念十天 二十天也有这样 原来我们痴迷法会也是十五天当中 早上大概是六点钟左右 到晚上九点钟左右一直这样念 这次我们很放松的 大家一定要金刚萨头法会要圆满 每一个时间大家都掌握好 每天都是不要散乱 如果你要去散乱的话还是有时间的 你看中午有两个小时的 然后中间上午和下午都分别有两个小时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告诉你们 你们那个时间应该很珍贵 很多新来的有些人 如果我没有详细说的话 可能不是很懂的 在这里迷迷糊糊过两天 有些确实是高山翻译 没办法的 已经来到这里开始已经迷迷糊糊了 然后开金刚萨头法会的时候 一直是一种晃晃乎乎的感觉当中 然后开完金刚萨头法会 他的高原翻译也已经好了 然后洗了鸡品一样 然后塑鸡品叶 然后这就是有高原上的 由金刚萨头随经加持的这种甘露 然后回去了 但回去连金刚萨头新竹只有这样 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在两个医院里面 有很多的有一些高原翻译的 有些道友不过他们我那天亲自去看了一下 很坚强的 他们都对上师三宝很有信心的 认为自己可能以前有一些业障吧 通过这次的修行应该加以欠除 很欢喜 有些也有这样的 总而言之我们看金刚萨头法会 我觉得是很欢喜 我们也是经常觉得这种法会非常非常的有必要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很多的一些法师 他们都是对金刚萨头法会舍不得断除 每一座都是尽量的有头有尾的念下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稍微有点辛苦 有点累 这种感觉肯定有的 尤其是你们好多道友都是刚刚到藏地来 而且有些气候 有一些不适应 在这种状况下肯定是很累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要坚持下去 这是开金刚萨头法会 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比较多 所以相关的事应应该大家讲一下 明天我们这边教研族的 主要是教研族有部分的 全部我们在这里的场地各方面的园野 各个地区有一些参加教研族的部分的道友 他们也特意对我们相关负责人 联系的个别人 我们做一个不大不小的活动 去举行一个活动 然后后天晚上也是七点半吧 七点半这个时候 我也是跟大家做一个开示 但做开示的时候 我们这个经堂里面 我现在所在的经堂当中 主要是我们学会为主的 我到时候讲完了以后 我们可能跟学会的道友单独要给他们讲一些话 当然其他的道友都可以来 我想可能明天后天走的人比较多一点 后天晚上不一定那么多人 不管怎么样 如果有多的话 在我们上面的经堂当中 还有其他的经堂里面也听 但是主要我们学会的发心人员和非发心人员 已经参加菩提学会的人 然后有些以前没有参加 从这次来了以后你也感觉到 原来那种无名佛学院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系统的闻思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佛教团体 那么我自己以后也要加入这种团体 各个方面好好地想学习的话也可以 到时候我们信赖的或者是常住的都一起 然后其他的有些暂时虽然因缘不具足 但是还是要了解一下也可以 后天也是跟我们网络上这边也有传播 主要可能讲一些相关女众修行人和 我可能多的感言都没有 但是对男女平等 关于修行方面的有一些话 也可以讲一讲 后天晚上 过了之后 我们根据情况 看以西奔祖堪布他们有没有课 如果没有课 我也请求了一些慈伦罗诸堪布他们 但是他们有其他的事情实在是没办法说的 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样 凡是到时候你们来一次也是不容易的 因此开金刚萨埗法会之前 我们可能如果请不到其他的话 我在这里夸夸其他 我自己是不太愿意的 但是有时候也是无可来好 看看情况 如果有课 后天晚上给大家再说 如果没有课 我原来也说过 最后一天晚上我还是给大家有个公开课 然后我们开整个金刚萨埗法会 应该是从现在看来 大家念诵金刚萨埗心主很好的 最好你们念诵的时候自己要记书 我看到刚刚出学的很多人不会记书 自己拿一个念诸 但从来不会记书 这是不太好的 应该是 我问了有个别的佛友 你记了没有 他说 没有记 反正我念了很多 这种方式可能也许你念的很少 但自己认为很多 希望应该记书 用念诸来记书 或者有记书期也可以 最好完成四十万遍金刚萨埗心主 我看 现在真实的传法 今晚上我一方面讲一下忏悔相关的道理 同时我想今晚上也跟很多人以前都是没有得过无价性的传承 麦芬仁波切的开线解脱道功德和加持非常大 所以可能需要七八分钟的时间吧 但是我今天也准备给大家念一遍无价性的传承 同时有个别的一些道友 可能以前没有真实的皈依 其实昨天已经在我们的前天 我在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释迦牟尼佛观点 那个时候也已经做过皈依 昨天门错上师在坛城上面给大家灌顶 在这个上面参加过的也已经皈依过 如果这两项当中没有参加过的 包括我们今天网络上的有个别道友愿意 从今天开始归入佛门的这样的道友 我首先也给大家简单一个念诵 就是皈依 皈依的意思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我入于佛教徒 我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我最重视的 就是他的一种我的皈依处我的依靠处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些八万四千法门 我以后要行持的法 然后释迦牟尼佛的罪随者的一些菩萨和出家人 我以后就是菩提的道友 从这三方面要自己有一个发愿和决心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想 我以此皈依的戒律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那么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就成了大乘的皈依戒 如果你想我依靠皈依三宝来 我自己想获得解脱的话 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重视到的一种皈依戒 如果我依靠皈依三宝 我自己以后不要堕入地狱 饿鬼 旁生 这么一个心态的话 那这种想法叫做什么呢 就是小石道 比较下等的一种皈依戒 这样以后你们当中是哪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心头呢 你们自己选择 最好我尽量的 你所能及的帮助众生 一切众生我要去帮助他们 度化他们 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 你今天受持皈依戒的话 那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下面你们已经以前皈依过 其他上师都不用重新皈依 那么其他也不愿意皈依的话 你到时候我念诵的时候 不用念就可以了 如果你愿意皈依三宝的话 那么我下面念三遍 四皈依戒 就是大家共同念诵 滤蒸钢 这对 Cannes 比较下 she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今天开了一天的法会累不累 真的吗 假的 有些人说假的 假期假期 我看这样 下面我就做一个简单的 关于忏悔方面的开始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简单地说一下忏悔法门 其实忏悔法门应该说不管是学任何一个宗派的人 对我们来讲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一直到现在肯定会有 神 口 义 三门所造的罪业是相当多重 比如说身体杀生 偷盗 邪淫等等 然后这个语言说妄语 欺语 恶语 密贱语等等 然后心里面经常生贪心 诚心 痴心等等 还有我们受一些戒律 后来没有很好的受持 然后有些发了菩提心 没有按照菩萨的仪轨去 然后经常设习众生 有些已经入了密宗接受一些灌顶 但是密宗的戒律一窍不通 当然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的罪业 在我们即生当中有些我们可能想得起 有些人比如说像一些女宗 有些可能堕胎做了一些 很多在人生当中影响比较深的一些事情 然后像男宗也是比如说像杀猪 杀牛 或者是做一些欺骗别人等等 比较特别明显的这些罪业 这些在自己的记忆当中也是自己觉得很愧疚的 在人生当中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但是因为当时一方面不懂因果 另一方面可能烦恼深重 再加上其他的各种压力 最后不得不做这样 最后自己也是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伤心 然后如果我没有忏悔尽尽的话很有可能 我们什么时候死不知道 当你死了以后这些罪恶一定会等着你的 这种因果绝对不会耗尽 不会中间消失的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 为什么要修金刚萨埃法会呢 不管是你什么样的身份的人 但一定会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罪业 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很多汉地的弟子 跟藏地有点不同的 藏地从小都是有一种因果的教育 说实在在这方面的话我都经常发愿 以后不管是什么样不要转生到因果不懂的遍地 如果我不懂因果的遍地 根据我的教育和家庭和还有生活环境 我造了许许多多的业 最后自己可能有些是中年的时候才知道 我原来不信佛教的时候做了那么多的罪业 有些是晚年的时候 基本上人已经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才苏醒过来 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想我们即生当中能想得起的和能想不起的 还有我们想不起的 造的业都是更多的 可能你在当海堤的时候经常杀生 包括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有些 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这些人 经常是因为鱼 虾 这些可能有些是火火的 垫的也是无数的 特别特别多的 那么这些确实是我们故意地践踏别的众生的生命 这种杀害一个众生的果报也非常可怕的 更何况说我们在有生以前自己造了这么多的业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需要忏悔 这个是我从一个方面讲的 还有一个方面讲 我们现在想不起来的 可能比如说我的前世也许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什么样的众生的话 他也可能造了很多的业 但是这种业一直没有忏悔 在我的阿难耶上面一直保存着 今世的一些业我想得起来 前世的业 再前世的业 再前世的业 那么这些业我根本想不起来 但是一旦这些因缘全部集聚的时候 让我一定会感受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些病人 再怎么样吃药 再怎么样做佛舍 再怎么样做功德的话都是耗不了的 有一些遇难症 有特别多的一些病人 那这是什么呢 完全就可以断定 这是前世的业或者是今世的业 有个别人都是经常说 我即生当中是做好事 为什么是我现在变成这样 如果我人只有一世的话 都是你可以这样判断 你即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不做任何罪业 但是你不一定是 你的前世也是很善良的人 你在前世 哪怕在前面推的是十几十 二十 一百十 五百十 那这些事是不是你能断定都是一个很善良的 没有造过任何罪业的吗 我们都没办法固定 这样一来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的确也是 首先自己不要认为自己是很清净的 好像自己我遇到的有些人 为什么 干嘛念金刚刹路啊 我还没有造什么罪业 我很清净的 我很善良的 我很不错啊 其实这个是特别荒唐 说实在的 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如果你是真正是佛菩萨饮食的话 你可能不会造业 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的凡夫人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 肯定会 我们的身口意度会造了很多很多的业 一般来讲 比如说我们像学院里面的这些出家人 应该是表面上看来可能你们在在家人的眼目当中 这些出家人可能也很清净的 但作为出家人他也是只不过是身体上面 已经披上了佛的袈裟 已经提上光头 但他的内心如果没有很好的正法来调整的话 还是跟凡夫人的心态一模一样的 会有贪心 会有嗔恨心 会有犯各种各样的 包括出家严格的戒律等等 这样的话一定会需要忏悔的 那这样一来无论是出家在家什么样的人 乃至菩提国之间 吴光正在《大圆满心性修习》当中也是讲了 没有得菩提国之间进藏进制机制 这个是不可缺少的 说实在我们千万不能说一个特别大的一些空话 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一切都是无有执着的 然后忏悔也是这是一种执着相 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这样的话我们吃饭也是空性的 不吃饭也是空性的话 可能忍不住吧 你想一想 一天中午不吃饭的话也不行 如果你觉得是空性 光是口头上说一个空性不执着都可以的话 那你中午不要执着 你不要吃饭 你看试一试 等一会儿到了两点钟的时候 你可能忍不住 不是空性了 所以这个空性本身是空性是空性 但是我们人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光口头上这样说了 还是起不到作用 罪业一定会是传说的 善业一定会是传说的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大家都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到 大家一定要自己这个忏悔 连金刚萨头忏悔并不是让别人来说你的 你自己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 现在世间人经常说是后悔要 所以你真正是要有一种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有一种反省 就觉得我以前太愚痴了 我以前没有懂得因果道理之前的话 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什么事情都是不在乎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 那么通过连金刚萨头行诸四十万遍的话 也一定会是能忏净的 所以我们首先为什么要忏悔 这个是一定要懂的 你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扪心自闻 如果我们从小到现在 我们不说我们前世的前世造了多少业 我们即生当中所造的业全部没有来得及忏悔之前 我如果离开神间的话 那么我以后有没有解脱的机会 虽然我这次移植了上师得过观点 作过密法 有些人想得很简单的 上师 你千万不要让我多去 我现在是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全部是教父你 依赖你 依止你 皈依你 委托你 你一定要把我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要靠你 但这个上师也 嗯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其实有问题啊 光是上师说买问题 买问题 买问题 不一定是就真的成了买问题了 还是因为英国的有些关系的话 可能是比如说一个特别严重的犯人 然后他有个熟悉的领导就是说 领导啊 你一定要 我虽然做了很多坏事的 你一定要就是千万不要让我关监狱 然后这个领导也是说买问题 买问题 结果领导自己也关上监狱也很难说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英国真的是很可怕的 就是在讲《百业经》的时候呢 有些上师也在地狱里面 弟子也在地狱当中 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在业面前呢 就像我们世间说的法律面前是很平等 在业国面前的话呢 谁都会成熟的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要相信这个英国 相信英国的时候呢 我们要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反省 我真的是 我也在经常这样想 一年当中没有念完四十万变金刚萨埵心咒 如果死了的话可能很害怕 很多的罪障对自己的解脱和对自己的很多的虔诚 有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每年念完金刚萨埵心咒四十万变的话 这个好像特别有一种安全感一样的 其实我们现在藏地 自从法王如意宝提倡金刚萨埵这个法门 其实以前的高僧大德像蒙帆仁波切 宗喀巴大师 所有的这些大德也是非常的提倡 但是最注重的上师如意宝 有智慧的双目能召见我们众生相续当中的 很多不可顾量的罪行 然后特别地开去了金刚萨埵法门 我在仪轨当中也已经发王的 他在青海那边开取的伏藏品 这个已经翻译了 翻译以后我希望当时上师如意宝 应该是在九五年那个时候吧 那个时候开取以后 莲花生大师他专门当时伏藏的后闻当中说 将来这个法对汉地众生有非常殊胜的因缘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语言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我是完全百分之百相信 这种缘起确实也是不可思议 原来上师开取《佛藏法门》的时候 当时其实我们学院也不是很多的 但法王说未来汉地有成千山王 无数的这种佛教徒会得到利益的 当时在我们的蓝山 蓝山离乘文字 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空性文字 佛藏方面有很多很多的道理 我最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专门讲了佛藏的一些道理 其实你们很多汉地的弟子 对佛藏法门没有真正的研究 他们美国人原来二十年前的时候 当时也遇到很多美国人研究佛藏 他们对佛藏法有特别特别的信心 那么这次去的时候他们非要 让我讲一下一些关于佛藏方面 佛藏品对我们当前的社会来讲是非常一种新鲜 具有获利的特殊加持的一种法门 所以说我们哪怕是稍微能念诵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这次特别希望我们每天用的是 孟宏仁波切的短短的仪柜 然后我们这里会供 包括上师元祭纪念日的时候用的 上师如意宝的金刚萨埵仪柜 还有我们平常也法王如意宝 他以前造的短短的仪柜 这些你们都可以用 当然这次是开法会期间用的 我希望包括网络上的和今天我们在座的人 以后这个金刚萨埵法门 作为一个自己终生修持的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相续当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罪障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特别大的罪障的话 我们修法也是修不起来的 法王在《中阳心之明殿》当中也讲了 说我们的心相当也是一个特别纯洁的明镜 明亮的镜子 但是如果这个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尘埃 折障着的话 那么这个镜子当中根本显现不出来任何的景象 如果我们用忏悔的摆布 把上面所有的尘口全部扫掉的话 全部禅尽的话 那么外面的这种影响自然而然会呈现出来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心里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障碍 可能什么法都修不起来 其实修行当中忏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以前华智仁波切和智卑光尊者 在他们的传承弟子当中念一百万遍百字明 你们想一想念一百万遍百字明相当多的 那天在我面前有个别的一些汉族佛友 他们发愿念一百万遍百字明 我还是很随喜的 不管是什么样 我们还是忏悔是很重要的 这并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可以 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所造的 我们不说身体所造的 语言所造的 包括心里面经常产生恶念 产生邪见 产生基督心 因为各种各样的烦恼是心里面的一种业 这种业我们可能造的是相当相当多的 所以我们这次开金刚萨多法会 大家有一种 不要把认为这种法会好像是别人的法会 或者这是一种好奇心的 现在个别的一些寺院和个别的一些佛教徒的意识 完全是一种热恼 在这里放鞭炮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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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表示一下今天法会很成功啊成功什么呀 放鞭炮的谁都会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实质性的 我是这样确实发自内心这样想的 我这次也是特别希望我们参加法会的 包括在外面共修的这些人 你们都有一个改变 就是转变 转变什么呢 原来你的相续是不清净的 有然无性的 但是通过这样的法门的修行 你的相续在临时之前真的是有一种清净的 这样的话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得人生是有意义的 遇到这个法门是有意义的 我们这个法是有种形象上的或者是表面上的 这样修下去其实对谁都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作为主办单位在佛学院的金刚项目中 我们这里也是好多出家人的可能你们也知道 最近他们也确实很累的可能好几页都是 我那天看到有个别的一些法师和接待人员的话 好几页都是没有好好地修习 一直想对法会服务 虽然我们可能做得不是很理想 但是大家都是在这样做 但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想你们很多佛教徒 从实质心的 发自内心的 虽然我们没有你参加以后给你盖什么账 发什么纪念品都没有 只不过我们昨天那个金刚萨埵仪柜 如果能够的话这算是纪念品吧 我们今天还是特别做了的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最需要的呢 希望你们的相续得以清净 因为我们人生是无常的 人生太短暂了 而且我们的这种生命 每一分钟都是 光是我们交通事故都是 每一分钟都是有两个人在死亡 在整个世界上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得癌症是多少 得自杀是多少 当然我们人平常一般的死亡更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相当相当的脆弱 当你遇到生命危机的那个时候 你可能会想起来 噢 我这辈子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现在可能我只有下地狱了 只有感受痛苦了 这样的时候已经完了 已经没有了 到时候医生也是检查给家人下一个病危 什么时候不行了 那有些事情表面上抢救一下 有些医生他就故意让你生命再延续一下 然后他就多挣一点钱 现在也有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不了的 这种状态当中让你多待一段时间 在这种可怕的社会当中 我们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谁都会感受比较恐惧的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如果真的有一些把握的话 生命虽然是无常 这是谁也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自己确实在有生之念当中 跟一般的这些狠狠恶恶的人 迷茫的人不同的 自己能不能稍微有一点点修行的境界 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应该有所准备 我昨前天遇到一个我们藏地的老乡 他是专门在一个部门树门的门尾 他说他每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工资给他们 但是他每年能念一百万阿弥陀佛名号 然后一百万金刚萨埃行诸 那么这个已经接近二十年了 一直没有间断 他就害怕什么时候死亡 每年的时候他就把一百万阿弥陀佛名号 和一百万金刚萨埃行诸一直不间断 然后我说我几个年金刚萨埃行诸四十万遍赶快念 他说四十万遍很简单 这也没有什么的 所以很多道友有时候可能自己的心力不够 有时候自己散乱心太多了 我看到很多的汉地佛教徒 说是在有些地方跟藏地佛教徒有点不同的 藏地佛教徒不管在任何地方 他包括有些居士树立拉扎念珠和转经论 但汉地不学佛的我们就不说了 但学佛已经十几年 二十几年了从来都是不难念珠 即使难念珠也从来都是不念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最好作为佛教徒 如果你不是什么不方便的话 如果有些大学老师 有些个别人 可能在某些环境当中不一定很方便 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 随时都应该拿着念珠 有了拿着念珠 原来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 你有了念珠的话 寿命是你还是在念咒语 这是很好的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念咒语方面有很大的成就 我们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关心一下观察一下 然后我在今天讲刚才说的一个是忏悔的重要性 那么忏悔的方式最好你们有些可能是不懂怎么样忏悔呢 忏悔的最好的本尊就是金刚萨埵 金刚萨埵我们法本当中也是有 如果你们有一些密宗前面的一些等经无二的一些境界的话 有双印象的萨埵本尊也可以 但是如果在这方面好像没有这么清净性和 或者说密宗的一些圣的见解的话 那么只是观想单身的一个金刚萨埵在自己的前面 然后在金刚萨埵面前一直忏悔 就自己心里面观想或者照片放在前面 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 就一直一遍念咒语一遍忏悔 然后忏悔完了以后 比如说我们马上要回想 在那个时候金刚萨埵的身体发光 降下甘露 然后让自己身体当中的所有这些无始以来所造的业 全部都已经得以清净了 我们如果很细致的一些观修方法 像《大圆满前行》好多仪轨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些凡夫人 尤其是刚开始学的一些初学者可能不是特别懂 如果你不是特别明白的话 你只要前面观想一个金刚萨埵 或者你的土顶上观想一个金刚萨埵 然后金刚萨埵为主 其实金刚萨埵 蒙彭仁波切也讲了 金刚萨埵也是石轮金刚的本尊 西金刚的本尊 还有大黄黄王的本尊 所有的愤怒相和寂禁相的 全部本尊的重体就是金刚萨埵 然后这个金刚萨埵 所有的未来过去现在的佛 未来过去现在的所有的上师本尊 全部都可以观想成金刚萨埵一个 那么金刚萨埵我们经常说是 金刚萨埵是百部诸尊 什么叫做百部诸尊呢 我们这些观想的对境分的话 像是论金刚 密宗 显宗的特别特别多 妖师傅 不动化 那这些全部结合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观想一个金刚萨埵 它代表释放诸佛菩萨 释放所有的空性护法中 那么这样以后在金刚萨埵面前 大家很虔诚的一种心 这种心态我看到今天很多人念诵的时候 从表情上真的是愿意忏悔 发生内心的一种忏悔 我们并不是在别人面前我在做什么样事啊 不是什么 这次都是如果自信的这种罪业清净 障碍清净的话 那么自己的智慧也会增长的 悲心也会增长的 包括我们修行 背诵 学一些经论 这些都是很容易的 因此我觉得这次确实也是 我们拉荣圣地的这么多的圣众一切 有些新闻记者说 这里全是在家人 拉荣乌美佛像没有一个出家人 他们只有到这个经堂里面看一看 说是 啊 这么多出家人 听说不是有很多出家人吗 没有啊 其实他们没有看到的 再下一层楼应该是比较多的 我们这么多的心中 还有这么多的出家人 还有这么多的菩萨 一切共同的实修 非常有功德的 包括我们网络上的大家共修的话 心就是连在一起 意愿连在一起 那么佛陀在《文殊根本序》当中也是说了 何人有如何的这种善缘呢 那么发的缘必定会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共同发缘一定会是成功的 这是我们要观想金刚萨埵 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 我们经常讲的四种对子力 首先你要认识自己的罪业不对的 然后这些罪业有一种后悔心 然后以后我尽量不造 当然有个别的罪业的话 比如说我不说妄语 可能有些爱说妄语的完全断掉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一定会是清净的 如果我们观想的能力能配套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实在有些人没有观想的能力 也不用痛苦 一般念咒语的话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有些人跟我讲 我现在观想能力太差了 什么都观不起来 我观不好的东西我观得特别清楚 我观怨恨的敌人的时候 我经常观他的长相 观他所做的坏事这些都是经常想 但是我观好的东西就观不起来 尤其是金刚萨埵都观想不出来 如果实在观想不出来的话 你念咒语其实也有很大的作用和力量 不管怎么样 这次大家要共同好好地忏悔 他的功德实际上 麦彭仁波切也是讲过 他引用一些教证说是 如果念一万遍即使破了密宗根本戒 也得以遣除 密宗根本戒是所有的罪业当中 是最可怕的一个 破了以后很难以恢复的 但这样的话原来法王说 根本戒当中念十万遍能清净 但是现在魔法时代 尤其是现在在念四倍 原来是十万遍 现在我们在四十万遍的话 那么一定会清净的 所以门彭仁波切原来在仪轨里面说 念十万遍能清净 我以前也是遇到过很多藏传佛教的大德 他们也说根据续部 以前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有一个老喇嘛 有一个老出家人 老和尚 当时有一个事情 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 他说相关的续部里面说 如果念了十万遍的话一定会是 即使犯了密宗根本戒也得以清净 那么更何况说后来我的印象很深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虽然也有造罪业的人比较多 但是念了金刚萨埗行诸确实也有清净的机会 但后来法王如意宝大概是可能九几年吧 在那个时候说以后我们学院和传承弟子 所有的这些佛教徒一定要通过念修金刚萨埗四十万遍来忏悔自己的相续 而且最好是每年做一次这样的佛事 从此之后这个主要的任务也交给我们拉荣佛学院的汉族弟众 所以我们汉族四种弟子金刚萨埗法会的主办单位我们是最累的 所以我们自己常驻学院的自己基本上每年都是完成不了 我也是其中之一吧 我本来可以跟其他喇嘛一样的自己好好地开个法会都可以 但是我们这里开一个法会不是光是念一个 要这里设计到方方面面的很多很多的人 住处 饮食等等 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的法师我也是不断地在批评他们 说是官家安排得不行 法师安排得不行 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不接我的电话了 所以说我们可能开金刚萨埗法会的时候 不但不能忏悔罪业 可能造了很多的业经常生嗔恨心这样那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你们这么多的人 有忏悔的机会人生是很难得的 来到这个世界有这么一个忏悔的法门遇上 确实你们还是很幸运的说实在 现在有些人赚了几百万觉得自己很成功 自己很幸运 但这种到底是成了罪业还是善业也不好说的 遇到了这种法门的话 真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们应该是非常有机缘的 所以说我希望这次亲自能参加法会的人也要珍惜这个时间 尤其是我前面也讲了 今天释迦牟尼佛的好多戒日 包括将生成道等很多戒日集会的 这个月叫撒嘎月 撒嘎月当中做任何一个善事它的倍数相当高的 所以我们按照藏地的话 基本上在撒嘎月和僧变月的时候 特别要所有的事情 琐事全部都处理 一定要全力以赴地 尽量地念修金刚萨埵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次开法会期间 尤其是在看真正的法会 在四座当中的话 包括你们的书记 这些都尽量地能关掉 你跟相关的人也说一下 我现在参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会议 高峰会议 高峰论坛 对吧 这样的话他们觉得说 哇 你说我就参加一个世界高峰 什么金刚萨埵研究论坛 他也不知道什么金刚萨埵 可能金刚转世 这样 我今天时间太晚了 但我很想给你们两个开箱解脱的传承吧 好吧 辛苦一点不要紧吧 对吧 我都不辛苦 我都不辛苦 我都不舒服 就要ihu tranquil人 当然 虽然是不是太 związ很 interim的事情 是的, 他跟您一起去的事情 他在私人说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跟上的问题啊 他们说,有没有跟上的问题,有没有跟上的问题 我们终于想说,他为了 但是我一直在那里 对那些问题的问题帮助, folder为了 itos 360 00 1 2 2 3 3 4 4 一点的 若他有所在乎的成熟 キミノミヤ人是在乎落地上 因此,那他不用须利于乎 他就能做照顾了 Fermat,他就能够迷他 那他先谈诈他 他就想说 Pixel 他就能够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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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他就可以 好講和仔細的老闆 好講和朋友的台灣人 好講和平的大道 好講和平的關係 讓你覺得快樂吃就好了 早就要來吃就吃了 好看你了 好吧 厲害 好看 不要再說 就是別人 companies agree with them and we have a similar allowance to food to food we бизнес all the radiant and to stay blessed the purpose of our school is to have a sale of four days in aroar to serve 如果您的意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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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 这是哪里有点去 Hallah 可是乖亚对wall 在乃习家里在乌乓家里 最后再 먹어� Stroy temps真正在乌亚 condemned 순간 Playstation 问题 落 친 轨 纨 terr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当我们回向的时候有法王如意宝的《愿海经水》来做回向 以后我这边已经给道友们做加持的已经最殊胜的念传承 讲法这些都已经做了加持 同时如果你们需要有一些开广 我在这里也同时开广完了之后我有其他事情 你们明天早上也是七点钟到时候也比较早 然后大家都是慢慢地回去因为我们人可能比较多 你们在各方面大家不要有点点的事情就开始生长一些 下面我给一些你们的佛像加持比每身不拿出来也可以 佛的加持不一定非要能显的地方 这种咒语的加持和威力它可以透过很多东西 好 这种咒语的加持不一定的东西 这种咒语的加持不一定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威力给自己做的大方 就像这样子一样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能够经营充业的东西 我们可以试语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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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语要语言 我们可以试语的语言 我们不能试语的语言 我们可以试语的语言 我们可以试语的语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还没有开关网 你们等着 包括我们现场的 还有我们虽然 经堂里面没有进来的 凡是听到声音的 还有我们网上的这些道友也是同样的通过法界不可思议的力量 有法不可改变的力量 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法而规律的缘起力等等 有很多的 还有诸余的殊胜威力 依靠这些威力一定会得到同样的加持和开广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回向完了以后 我看我们这里经堂的门比较小 可能人要坐 大家不要特别着急 尤其是身体不太好的 老年人先进去 然后其他人在经堂里面心放下来 暂时在半个小时左右念念咒语 然后再慢慢出门可能比较方便一点 每一个人要想 我要先出去 可能到时候大家都记得很累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么多的人的时候 大家有一种宽容和放松的心态这是很重要 这一种宽容和放松的心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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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